查經 什麼是查經 首先我們知道查經有兩種方式 一種是我們叫Deductive Deductive 通常的做法是一個既定的主題 然後你就開始工作 周圍找英文去支持這個主題 怎樣說這個主題 之後就收出一個結論 是比較容易的 即是你做文章搜索 所有Deductive 都找到 但問題是 有些時候我們抽出來的經文 其實上文下你可能不支持這個講法 你定出來的主題 有些時候我們就漠視了 那就可能會不太好 Deductive 是另一種方法 就是你讀一段經文 然後你就在那段經文裡面 找找這段經文自己本身想說什麼 但是是很花時間的 因為不是做Google Search就可以的 你要真是掘進去看這段經文 到底裡面說什麼 其中一個基礎就是 Inductive 其中一個基礎就是 就是你見到聖經講這段 在另一邊也是講這段 所以你知道那樣東西就是聖經的一個原則 但是有些時候你知道的問題就是 黑天鵝效應 有沒有聽過 在去到澳洲之前 科學家以為全世界所有的天鵝都白色 因為見到那些都是白色的 直到去到澳洲 原來有黑色的天鵝 那就改變了整個的看法 有些時候聖經都是這樣的 有些時候我們看到聖經講這裏是這樣的 講這裏是這樣的 上帝是美善的上帝是慈愛的 但是你打開地孽 落下洪水 淹沒了所有人 那你就知道 原來上帝都有惡的時候 都會懲罰人的 那麼 Inductive 的 Bible Study 很基於三樣東西 觀察 詮釋 和應用 觀察一定是最主要的 你沒有好的觀察 你就不會有好的詮釋 若你看漏了某些東西 你解釋出來的那些東西 都不會完全 你對於這段經文的明白 一旦歪了 那它的應用 都會開始歪的 OK 你開始讀聖經之前 最好 記住一件事就是 你解釋出來的那些 未必是絕對真理 有些時候 因為我們自己帶著不同的意見 不同的看法去看聖經的時候 很多時候我們看出來的東西 可能是受了我們的經驗影響 所以看的時候 要很小心留意這件事 第二就是 嘗試 如果你讀的時候 是一個group 這樣去讀 不同人有不同的 input 的時候 你就會看到 原來可以這樣看的 原來這段經文 又可以這樣看的 這樣 基本上對你來說 是有一個好處 如果你真的要一個人讀的時候 你會查 commentary 即是色經書 盡量尋找不同的色經書 例如有些天主教的色經書 看看天主教那邊怎麼說 有些是基督教的色經書 有些是東正教的色經書 有些是猴太人的色經書 他們怎麼說呢 這樣看這段經文 你可以透過不同的角度 你可以對經文有比較全面的認識 即是不同人有不同的看法 OK 每個人我們自己都對有一個神學觀 即是我覺得上帝是這樣的 那你要小心 如果當你帶著這樣的東西 進去看經文的時候 你小心不要逼那段經文 去講你想講的東西 反而看看經文實際 說什麼 OK 觀察 最基本的一件事 你讀一段經文的時候 你去看看 這個經文到底是自己獨立一個故事 是獨立一個段落 還是它是屬於一個更大的段落 更大的故事的一部份呢 例如我們講的例子 密歷福音十六章 十三至二十節 和二十一至二十節 會上我們第一段查的經文 你留意一件事 第一件事 你可以留意的就是 經文那裡說 耶穌盜了 蓋薩利亞菲勒比的境內 你看到這個是換一個場景 即是它可以是一個獨立的故事 但是到第一次開始 就這樣說 從此耶穌指示門徒 你看到一說從此 即是跟上面有關 因為從何而此呢 從上面那段而此 你看到 如果你要查經 你只讀這段經文 可以 不過你要留意 你自己查的時候 就要留意上面那段 為何從此 耶穌就這樣做 另一件事 留意那個歷史 歷史對於 特別是歷史 因為耶穌距離我們現在幾多年了 大概 差不多兩千年了 接近兩千年了 兩千年前 人想的事情 和我們今天想的事情 可能很不同 即是那個重點擺位 亦都很不同 所以聖經寫成的時候 亦都有點不同 例如你留意 又回到馬太坊 為何故意告訴我們 耶穌去到 該撒利亞肥立比的境內 這個地方有什麼特別呢 如果我們知道該撒利亞 其實就是海撒 該撒利亞肥立比 其實是肥立比為海撒 所建的一個城市 就這個名字 我們知道這件事 但原來還有一件事 就是 原來在那裏 有一個敬拜偶像的廟宇 耶穌特意帶他的門徒去 在這個有敬拜偶像的廟宇的地方 附近問 你們說我是誰 這樣便會改變我們對經文 這個其實是挑戰的門徒 你是否當我是一個偶像 這樣去敬拜我呢 你是否覺得我是一個偶像 這樣去敬拜我呢 還是其實你是真的 認識我是一個真正的神呢 這個就影響我們怎樣看這段經文 另一件事就是 原讀者 最初是寫給誰的呢 最初是聖經不是寫給我們 當然上帝的說話是 給世界上所有人 但是在歷史的空間裏面 彼得前書 我們第三天會用的經文 不是一開始 彼得寫的時候 不是寫給我們 不是寫給兩千年後的讀者 是寫給什麼人呢 彼得說 親愛的弟兄亞 即是寫給基督徒 是哪裏的基督徒呢 在本都加拉泰加帕多加亞細亞 比推來寄居 那裏是哪裏的呢 我們知道原來那裏是土耳其一直 由半島一直向東發展過去 去到接近印度那裏 那裏就是這個地區 那裏有什麼特別呢 那裏的教會面臨著什麼問題呢 從彼得的書中 我們知道有很大的迫迫 但是還有沒有什麼 那裏的教會面臨著 是我們不知道的呢 可能有的 這個就影響我們怎樣看經文 另一個很好的例子就是 提摩泰前書 保羅說我不准女人講道 但明明哥林多前書告訴他 女人其實是可以講道的 那為什麼呢 原來以忽所 即是提摩泰服飾人教會 有一個女權主義的群體在這裏 霸佔了這間教會 所以保羅就對那間教會 特別是說不准女人講道 是那個是specific 就不是general的 所以我們看到不同的讀者 影響我們對聖英的經文有不同的看法 好 另一樣東西 就是你開始真是進入的經文 你看經文裡面一些對比和相似的地方 例如用馬太福音的經文 馬太福音那裡說 耶穌對他說 我們知道他是彼得 西門巴若那你是有福的 那為什麼叫他西門巴若那呢 西門巴若那其實我們知道是彼得 那為什麼叫他西門巴若那呢 有福在哪裡呢 有福在因為不是血肉的指示你 乃是我在天上的父子是你 那為什麼無緣無故和西門巴若那有什麼關係呢 為什麼不可以說彼得你是有福的呢 原來我們明白就是 西門巴若那的意思就是說 約拿的兒子西門 我們知道彼得本身叫西門 所以無緣無故提起他父子 又不是吵架 為什麼無緣無故提起他父子呢 原來有原因的 因為後面 耶穌提起彼得的父子之後 就提起他父子了 你父子就沒有教你 告訴你我是耶穌 是誰教你的 是我父子 那就對比兩個父子了 是天上的父子 因為他跟你有一個關係 所以他告訴你這個事情 所以你看到一個對比 肉身屬血肉的 即是他父子 和天上的父子 然後就說我要把我的教會 建造在盆石上 那盆石是誰呢 為什麼無緣無故提起盆石呢 回去記得我們剛才說 該薩尼亞肥納比 原來有個神廟 神廟是建造在一個盆石上 現在有神的教會建造在盆石上 該薩尼亞肥納比 那個又是建造在盆石上 不過原來曾經發生一場地震 盆石爛爛了 耶穌說 但這個建造在盆石上的教會 就陰間的權勢都不能勝過他 就對比了 那間廟一個地震就完結了 這個教會陰間的權勢都不能勝過他 這個跟那個地理也有些關係 但你看到最主要的是對比 它是一間廟三兩夜玩完了 神的教會永遠押落不倒 再進去 基本問題 這個故事是何時發生的 有什麼角色在這裏 到底發生了什麼事 那些事是何時發生的 還有在哪裡發生的 這個故事是何時發生的 還有故事是何時發生的 例如這段 在哪裡發生的 這個故事 蓋薩尼亞肥納比 大概是何時發生的 大概是何時發生的 有什麼人在這裏 耶穌和門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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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見到故事的發展就是 耶穌說完他的身份 之後 下一段 耶穌叫門徒就不要說了 再下一段 耶穌說我要被殺害 要分析一段經文 最好的方法就是 做一件事叫 textual analysis 我不知道中文叫什麼 textual analysis 就是你拆開那段經文 可以用文字分析 你見到 拿下頭的兩節做例子 耶穌是人物 道了的動詞 耶穌做了一件事 就是道了那裏 道了那裏 道了那裏 該殺利和阿肥納比的境內 接著就問 另一個動詞 問誰 問門徒 人說我 人子是誰 他門 他門就是門徒 所以另一個角色 開另一個項目 就這樣說 說的是一個動詞 有人說是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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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看到這樣 就很仔細地把經文 拆開結構 原來是這樣的 當中有些時候 當你這樣做 你就見到一些經文的 有些東西寫在 但我們可能是看不到的 這樣就可以幫助我們 看到了 主要 觀察來到這裏 有沒有問題 關於觀察 OK 好 全息了 留意剛才我們說 全息有一個問題 就是我們有些神學觀 會帶進去 這是一個問題 因為我們對不同的東西 更明白 例如十字架 耶穌說 若有人跟從我 就當社記 背起十字架 來跟從我 那麼 十字架對你來說 是什麼 苦難 苦難 OK 對了 不過有些時候 我們看到今天 十字架很美的 全都是雙鑽石 又雙金又雙銀 但是耶穌的時候 想著悶 就很正確 苦難 在想著就是這個 這裡有一個 我找到的仿製品 十字架的釘 你可以拿來看看 十字架 我們很多時候 我們看中世紀的畫 那粒釘就是 兩隻腳掌打起來 然後中間穿過去 但是歷史 告訴我們 原來是在腳掌中 穿過去 這塊就是找到 那塊腳掌窟 你想想 這麼長的枝底 這裡拍出來 六吋 這條應該不止六吋 這樣釘進去腳掌 可以釘你 兩個禮拜都不死 你就掛在上面 兩個禮拜 還沒有衣服 任人看 所以 當你將那個 Prospective 一轉 你想想 玩一下 在這裡之前 耶穌很威風 有行神職 有很多人跟祂 很多人都很喜歡祂 耶穌突然轉頭 跟你說 你跟從我 你就是下場 就是這樣 你想到那個衝擊 我們今天未讀這段經文 未必可以讀回 但是當你想回那些 看回十字架 的原樣 你會發現 這個衝擊 是很大的 所以你明白 為何彼得 然後就 拉耶穌在一邊 然後就抹擦它 這裡也很客氣 上面那段也很客氣 其實是勸怕 但其實 你知道那個字 其實本身是 鬧的意思 另一件事 就是 作者 想透過那段經文 告訴你 什麼 這個要留意 因為 很多時候 第一件事 就是 經文想跟我 今天 說什麼 但通常 你這樣作的時候 就會把自己的意思 帶進去 你要問的是 我知道原讀者是這個 到底原作者 想對當時的原讀者 說什麼呢? 另一個例子 就是 耶穌 一大群人跟著他 耶穌突然之間 轉身 跟他說 大家一起上耶路撒 很威風的 耶穌是走在前面 耶穌要怎樣 你有沒有試過排隊 一起走進去 探討中 突然之間 一條隊停了 帶頭的人在喊 如果你要怎樣怎樣 就不可以 這樣就有一個衝擊力 因為 不是走進去 突然之間停了 前面又在喊 這樣就有一個影響 作者故意這樣寫 就是讓你看到 很重要的這件事 是很影響 所以耶穌要故意這樣停下來 這樣做 衝擊他的群眾 跟從他的群眾 OK 如果你不是看一個故事 而是看詩篇 或者信 有些時候就不是這樣看 而是你要想想 如果詩篇的話 作者想表達什麼呢 特別是詩篇有很多是誇張的 其中一段是說 我哭到眼淚可以浮起床 這個不是真的 如果真的有人這樣做 就脫水死了 所以你知道詩篇有些東西 是不是neutral的 例如信件 亦都是這樣 你要明白 作者寫這一段的目的是什麼 其中一個就是加勒喊書 我們很熟悉的《恩信清義》 但是你留意 保羅所寫的 context 其實是說外邦人和猶太人吃飯的問題 所以《恩信清義》在這裡 就不是解釋《恩信清義》是什麼 而是用《恩信清義》 去解釋為什麼猶太人和外邦人可以一起吃飯 所以這就改變了我們對聖經本身的明白 關於詩篇有沒有問題 再下 實踐 如何實踐一段經運呢 我們留意的是什麼需要實踐出來 例如 有些時候我們拿了經文 就是要這樣做 我們就要100%做 例如其中一個例子 《路加福音》 如果你不是背起十字架 就不能撞到門徒 那是否代表我們每個人就要拿一塊木 怪自己背上 才能做耶穌的門徒呢 當然不是 但耶穌想說什麼呢 什麼叫背 如果你不是背著十字架 就不能撞到門徒呢 可以準備好 可以準備好 有些什麼人進來宗教裏 是會想著 我不會想失化 很多人都會想著 但他通常是什麼動用 會有這個想法 不想失化呢 他會想著失化 因為他會想著有幸福 即是他將自己 將自己擺高於上帝 自己的生命擺高於上帝 如果是這樣的話 應用就不是真的拿著木頭 背著四處走 而是你要將你的生命 你要將上帝擺高於上帝 你的生命 這個就很難做 這個就不太容易 因為有些時候 我們都會忘記 很多時候都會忘記 另一件事 就是剛才我們說了 更加重要的是 你要改變你的心思意念 就更重要過 你實際做到什麼 你可以實際做很多事情出來 如果你知道 耶穌時期的猶太人 很多禮儀 很 strict 飯前一定要洗手 還要洗左手 才可以洗右手 然後洗左手 但是你可以做很多事情 但是你的生命 如果沒有被上帝改變 你做的事情是沒有意思的 所以回到剛才我們說的 我們說了 背起十字架這個問題 你見到 耶穌叫你 如果你不是愛我聖過 愛你的父母 妻子兒女 不能作我的門徒 那很明顯是 你要將上帝擺高於你所有愛的人 就不是說 你可以以後跟你媽媽和爸爸說 我不需要孝敬你 因為我要跟從上帝 上一代的父母也有這樣的誤會 或者你不是撇一切 你不能跟從我 在說你的material possession 你是不是將你擁有的東西 擺高於你對上帝的敬畏呢 生命的改變 就是這些位置 你不能說 我今天做了多少樣東西 去證明我 你不能說的東西 你不能去數 這東西不是accountable的東西 所以問題就是 為何實踐聖經 是很困難的 但你要明白 你要 always strive for 這些東西 有些時候我們用很容易的 accountable 你今天有多少次討 不代表你多就屬靈 不代表你看聖經歌就是愛主 所以 in general 最後你要明白一件事 就是聖經 是一個文學作品 我們要承認它是寫下來的 文學作品 是由頭寫下來的 所以我們不可以拆件 只是拿我們自己喜歡的部分出來讀 好的傳適 是基於好的觀察 如果你要看漏東西 傳適就傳適漏東西 你的實踐也會有缺漏 聖經很多時候寫很多字 但每一個字是多餘的 所以如果你發現 聖經有些位置 很多餘 那你可能是值得去看一看的 OK 看聖經的時候你要問 那個東西就是 寫作的作者背後 上帝和每一份作者 核心思想 是想什麼 別透過這段經文 表達什麼呢 那個就更重要 你怎樣去 拿那些細節出來 細節也很重要 但是那個細節 如何 contribute to 核心思想呢 也不是所有經文可以實踐 例如 要學會耶穌哭了 你實踐什麼呢 沒有東西可以實踐 但是你要摸得到 上帝想你的生命如何改變 那個就重要了 這個就是寫體聲經 還未說你如何大人查經 但在這方面有沒有問題 沒有拋開的了 因為之後就是分享經驗 如何帶茶經 以及我會進行過三面的材料 實際如何帶茶經 通常你有沒有試過帶茶經 我會帶茶經 通常你會怎樣做 我會帶茶經常去問 嗯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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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 以下是我的經驗 I speak on question 可以嘗試做一件事 就是 tie in 你的I speak on question with你的核心 例如 如果你說 食禁果那段 你可以問他 大家喜歡吃什麼水果 你會看到 有些tie in 你這樣就可以 一來一來提起他們的興趣 亦都可以給予他們一些衝擊 另一件事就是 如何用問題去引導 例如 我見你也是一個很有經驗 其中一件事就是 不要直接說答案 但也有些時候 例如 你會把這些東西給予他們 這些東西 這些東西你要提供給予他們 因為不是每個人 凡夫手出 懂這些東西 歷史的資料要提供 但英文的答案 你就嘗試引導他們 例如 那些是open end question 即是how why where 那些 那些是 給予他們發表的 另一類 就是yes no question close end yes 或是no 那些可以推進問題 去更容易一些 去你的想得到的結論 例如 有時候 例如 你問了一些open end question 他答不到你的答案 那你就可以問一些close end question 這樣就刺激他們 或者分露他們 去那個 你所去的idea 那裏 但是 如果有人說一些idea 是未必跟你所說的一樣 但是 你又覺得幾好 你可以讓他去go through 他的idea 但是 如果有人扯到大西洋那麼遠 他就想 啊 完了之後 我就去經 盡量 讓他不要扯到大合谷那麼遠 最主要就是 其實是 大茶經是講經驗 即是 我可以分享我的所有的經驗 理論 全部都在這裏 但是 最重要是你多點practice 還有你要知道 你會比較難 因為你是一群你不認識的人 但是你要知道大家的dynamic 他們會 哪些人喜歡答問題 哪些人會喜歡不出聲 如果有些人不出聲 你可以點名 你怎樣看 給他們說一下 例如出了很多聲 那些人 你可不可以給其他人試一下 或者這個可能很brun 我不會太懂的 盡量讓大家都去思考 記住 Bible study leader 不是說 那些是諸學老師 Bible study leader 的作用是 要大家一起思考 聖經各味 OK 在這點 這是很實際的 怎麼去大茶經 有沒有其他問題 當然 會三逢天都離開 不會是一單 所以 第一天有要看到 它的環境 只是我們對此 會覆中 evolution 很容易 大概有多少時間 應該是一個小時 可是什麼時候 但一半天 有看過《Bibble Society 界》嗎? 有沒有任何問題? 看了大本,我自己也看了 還是總統有沒有問題? 也沒有問題 我以為你有三個呢? 第一天的主題,大家要留意 耶穌說,我又說你爸爸 我又說我爸爸 你爸爸是因為我爸爸啟示你 所以有一段關係 這關係就成為了教會的盆石 很多時候傳統的教會 特別是天主教會說,彼得是那個盆石 名字有點像,彼得Petros這個名字 小石,但小石也不能成為盆石 所以從經文的提示 應該是神的愛,神與人的關係 成為這個盆石 是打風都打不掉 所以死亡就不能將它分隔 所以再加上 如果你提供了阿菲拉的資訊 他就會知道耶穌的挑戰 你與上帝的關係是甚麼 很多時候我們敬拜上帝 會不自覺地將他變成偶像 就是我在上,上帝在下 但是這段經文很明確告訴你 上帝永遠都在上 所以之後你會看到經文說 就是 舊約的提示 你可以去看看 會有幫助的 特別是文數記那個 耶穌 的說 如果有人跟從我 就是當時有幾倍的實面 跟從我 我要救自己生命的必創造生命 便會是我福音創造生命的必救女生命 跟著就說 人若賺得全世界卻賠上這生命 有甚麼益處呢 這段讓我們有很多解釋 我們要人們還發甚麼活埋生命 所以說生命很重要 所以我們要跟從上帝 留意那個《上文夏理》指示,那段經驗說生命很重要,比財富更加重要 但如果你回答上那一節,人要為我寫記 那排列就是財富最底,中間就是自己的生命 但在生命之上還有上帝 那段,為何耶穌無緣無故說人贊得全世界的那段 最後,你也看到 For the son of man is going to come in glory of his father and his angel, and will then replay every man according to his deeds 這與傳統的唯讀信心有少少不同 這是值得提出的項目 但你預先提出的項目,會有很多談論是否唯讀信心 在這段時間有沒有問題,對第一天的經驗 我們下去第二天 第二天是有點困難的 特別是如果你想像我所推薦,連到生命記 是會有些困難的 但你留意生命記六章,就是大界命 你要盡心、盡力、盡力、愛住你的神 那怎樣連繫呢? 就是盡心 就是你將你心所愛的一切 全部都放在上帝那裏 所以就對應耶穌第一個 人若我不是愛我,我聖過愛祂父母、妻子、兒女 就不能作我的門徒了 如果你看我的圖書中 《生命記六章》是有說的 第二樣就是 《盡聖》 因為我們的翻譯的緣故 有些時候英文翻譯是so 中文就是《盡聖》 那時候以為是聖情 以為是盡力的靈魂 但其實那個字最直接的翻譯就是 盡力的盡力 盡力的盡力 這個字本身是muchness 如果你硬要譯出來的 其實有很多討論是甚麼意思 但當時的拉比 由太的拉比 agree就是擁有的擁有 你的possession 所以為什麼耶穌最後就說 你若不是撇下一切就不能作我的門徒 所以這個也是很重要的 因為《生命記六章4-9》 就是我們的大解命 就是由太人每天起床 和臨睡前都會背的經文 他們很熟悉的 所以耶穌在這裡 引説這件事 你記得是《Original Reader》 如果他們留心聽 他們就會聽到這件事 你會看到耶穌最後 凡有意的就應當聽 我忘記錯了嗎? 凡有意的就應當聽 亦都是對應《生命記六章4》 因為是聽阿爾色列 所以是一個全面圈 你會看到這段英文 和《生命記六章4-9》 是一個完整的關係 也提到《鹽》這件事 《鹽》 其實是你的功能 當然對於神的指紋 他的功能就是讓人去認識上帝 所以耶穌也看到 他先說完 你要盡心盡力愛住你的神 當你這樣做 你就可以讓其他人 看到你是神的門徒 看到你是神的指紋 他們就會來認識神 但當你不是這樣做的時候 就好像鹽失了味 你的鹽失了味就沒有用 所以這也牽涉到 你所做的事情 對上帝有沒有用呢 我們很多時候做很多事情 但停一停想一想 我做的事情 對上帝有沒有用呢 這也可以值得去問一問 你看到我的應用的問題 應該也有這一題 可能未必 等一下 對 第三題的應用的問題 不是很明顯的 我寫得的時候 因為很難 又會去 debate 是否憑信心得夠 還是憑什麼得夠 第三題 跟隨他的腳踪行 這段經文就是 在彼得前書中 很多經文都不停提出 受苦的 所以 跟隨他的腳踪行 雖然我們今年的影片 但其實是根據他受苦的腳踪 是跟他一起去受苦 即是說 這個很有趣 因為我們很多時候 神的思想 耶穌受完苦 所以我們不用受苦 但如果你記得 那麽多後書 保羅說 一人記體 眾人死 眾人都死了 不是眾人都不用死 所以 這就是一個很核心的訊息 你是不是在走基督那條路 就是跟他一起受苦 而基督為何受苦 除了當然是 我們知道 為眾人的罪死在十字架上 這是一個原因 亦都是因為他的行為 得罪當時的宗教領袖 因為他挑戰他們的權勢 挑戰他們的教導 那麼 問題就是 耶穌是因為這件事受苦 那我們是否在做同一件事 就是 耶穌因為 有人利用了 他當時的宗教 猶太教 行邪惡的事 於是他站硬 他出來指證 這些錯誤 於是他就被當權的宗教領袖 迫害了 那麼 我們換回來 如果用這個主題 換回來今天 就是我們見到 可能在教會 或者教會 以外 有不公義的事 我們對這些東西 我們不compromise 我們站硬 於是我們為這件事受苦 這個 如果你記得 寶羅在提摩太前書說 教會是真理的柱石和根基 即是說 真理和柱石 在教會中應該是站硬的 即是教會應該站硬在真理上的 就不是建立在虛假之上 所以 這一段 最主要的核心就是問 我們是否站硬在上帝的真理裡 就算受苦 都不怕呢 這個就會是我們的主題 對於三年有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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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問題 你也是一個 不要緊 你明白嗎 對於三年有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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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我第一次看的 就想問 到底如何解釋 對於三年有問題 因為我猜 可能 可能 那個題目 可能 有涉及到 那些 對於三年有問題 對於三年有問題 所以很興趣 你選擇了這個 這個 但之後 其實也想回 為什麼 是想用耶穌句 三年有問題 對於三年有問題 其實它有一點 實際的 context 因為二章一至十節 其實是其中一段 其中由第九節開始 就說 你們要作祭司 君孫的祭司 聖結的國民 其實是對應出埃及記 你們要歸我 作祭司的國度 聖結的國民 那祭司 作為一個祭司的身份 就是你站在上帝 和人中間 你帶人去認識這位上帝 亦都將上帝的旨意 告訴別人 所以如果基督徒 是站在這個位置 如果上帝說的話 是人不適合 那些人就會逼得你 所以直落就是 在外邦人面前 你要做好行為 叫人將榮歸归庫 將人帶到上帝 亦都將上帝的東西 帶到人 然後就說 就逼得了 所以你看到 那個flow 其實是 都是 你和我剛才所說的 就是 當你將上帝的價值觀 帶來這個沒有上帝價值觀的世界 就會有衝突 所以就要在真理上站立 另一個問題 有些時候 教會可能很強調合一 但是合一得來 如果你是沒有上帝的真理 這個合一就有些問題了 基本上有沒有其他的問題 沒有就是 那麼多